退休之后呢 转到了私立大学任教 除了退休金之外 还有另外一笔薪水 不过呢 这也影响到了年轻博士 无法进入私立大学任教的机会 所以现在为了解决这样的现象 教育部研拟 让工作满25年教授的退休年龄 从50岁延长到60岁 国立大学教职一位难求 但有些国立大学教授 在50多岁退休后 还转到私立大学任教 一边领政府的月退缝 一边领私立大学薪水 还卡住四大教职名额 就四大老师反映 这不仅阻断了他们的升等 还影响他们的工作权 一个学校教授的比例 跟教授的升等 它都有一个它的限制跟难度 那如果学校已经有正教授的数量 那他就不会在人事费上面 继续的让助理教授升等 为了解决公立大学教授坐领双薪的状况 教育部表示修改的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 已经在行政院审议 希望把工作满25年的老师 退休年龄从现行的50岁延到60岁 我们把这领月退条件延后呢 将来你可以先离开 离开公立学校没有问题 你到私立学校去 你把这个缺控出来 那是领月退条件呢 等到你符合一定的 我们规定的方案里的条件以后呢 你离开私校以后 再来领取这个退休金 所以这样就可以把双薪的问题 就适度的做一个处理了 这项措施不止针对公立大学教授 而是适用于各级公立学校的老师 全教会担心 从75制改为85制 到时迈入花甲的小学老师 恐怕不能再升任教学工作 也因此不太赞成一体试用 在还有杂音的情况之下 法案送到行政院已经一年了 也还没有新的进展 记者展日文 陈信龙台北报导